今天我主要告诉大家 这个技术打完以后 下一个技术怎么衔接 首先大家一定揭发球 揭发球一定是批长的多 或者摆短批长的多 对吧 这个球首先我们要怎么样 首先要看对方的站位 对方是正手还是反手为主的上手 这个大家要清楚 如果对方是反手上手多的人 他的弱点一定是偏在中间 偏反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他反手不好拉 还得侧身转 第二个 如果他是以正手上台为主的情况下 反手大脚和正手大脚 这是他的弱点的一个 很难去判断的 为什么他要全台正手上手球台 所以我们在揭发球 要首先看到他是以正手上手为主 还是以反手上手为主 我给大家说的一个意思是 发这个球 第一个我们先说 搓球以后的技战术的套路 搓球以后的技战术套路 好不好 我们上来 我们上来接这个 甭管是侧上侧下 你想搓 他一定是能搓出去球的 而且会把质量搓出来 然后你记住 一定是揭发球第一板 搓出去以后 你的套路才会展现出来 并不是说你搓个半高 想打第二个套路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本 第二板失误 我之前还说过 第二板如果失误偏多 先去考虑自己第一板 是否处理好 再去想第二板 好不好 先我们先说这个搓球 对方就比如发了一个搓球 我们批中间这个球以后 对方很不容易 这么架起来 大部分大概率的人 都会怎么样 再还原回来 我这么拉完 大概率还是还原回来 我批完中间以后 我再塞他一半 这一个小战术就出来了 我批个快长的 然后他一拉 我再摁他一下 对不对 对 就是这种套路 就是比如批的中间长的快的 对方好不容易架起来 拉高调 我爬身体往上一压 就直接压了他 再压个中间 对方要不第二板这样 要不回来以后这样 你这不是不就转弓了吗 我只说这两个球 第一个批中间 第二个再摁中间 相同的落点 是看对方的类型打法 技术特点去制定的 我说了批中间和防中间 是以什么 反手上手为主的人 他如果是正手上手为主的人 很简单 批他正手调反手 批他反手调正手 这个就是调右压左 我们俗说的 这我们最传统的 调左压右 调右压左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技战术套路 明白没有 我说的意思 丰哥说的对 对 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我批你中间 好嘞 我批你中间 批你中间 我发按球 对 然后批我这边 批完中间 我再摁一把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拉完这个球 是不是都会往回 回一下 对 然后第二把还会 还会去这样 假如 丰哥你是一个 假如你是一个反手 起系的人 哦 我发按球以后 对 赞平 对 然后这个球 它肯定是先这样 然后再转 这就会慢半盘 然后 它还会再回反手 对 你看 再一下 这就来不及 你首先 你的下边的这个 概率不就出来了吗 对吧 你的这个技战术就出来了 再有一个 就是正手上手的 我刚才刚说完 正手上手的体系 它一定是怎么样 半侧身的状态 就 就假如是阿鲁纳那种 你感觉它正手不敢错 实际上你偶尔搓 半侧身是吧 对 你正手 对 风格别伤了 就是这种球 你看没有 你得先知道 它是什么体系 你才有这个技战术的套路 去应对它 然后我穿你正手 我穿你正手 你就站那儿拉就去 没事 拉 你看 这是不是空档 这边是不是空档 这个体系 是不是又出来了 所以我给大家说的什么意思 要根据对方的技战术风格 和技战术的体系 你来制定 压制它的体系和套路 对 对不对 你看刚才说了 反手拉球为主的人 我们多给它中间 为什么 它老想那么拉 老想那么拉 它只要拉的不好 假如这个球 很多人也会过来反手起 但这个球 你再给个中间 还是憋着它 这个球唯一能解决的 就是我们正手出来 所以还是给大家说的 我们搓球 搓球 是第一 只是第一个反手的套路 搓球 批中间长的是 反手体系的人 批两边长的 可以是正手体系的人 然后第二板 一定要记住 我们刚才说的 这是揭发球 第二板很关键 我们可以大概率 连续给中间 会很让 你看 比如这样 我测试拉 然后它又回来 我又别扭 很多这样的 对 如果是我们专业的 你给我中间 我拉完以后 我可能半测试 看着你 这个球 但是也不能发力 是以速度为主 也出不来 那么大的质量 明白 我说大家意思了没有 就是 我以为方波来了 结果爱打 侧期的方波 怎么知道 对面什么体系 开打之前问问吗 可以问 你看人家告诉你 你看人家打你 关键是 你不知道他打 你打一局 你还不知道吗 你打两局 还不知道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个需要脑子的 你需要应变的 兄弟们 不是 平方球的快乐 就是斗智斗勇 对啊 就是你知道他的缺点 你往他缺点打 他知道你缺点 他往你缺点打 就是互相去解决 解决问题 对吧 解决自己的缺点 避免自己的缺点 打到别人的缺点 是这样才有乐趣 你不是说 人家哪一块抱 你往哪给 人家正手抱 你实际往正手给 对 让人出气干啥 是啊 所以更不可能说 在下我给问问你是吧 所以我给大家说的意思就是 对 这是对比赛的阅读能力 这个太平洋说的特别对 对比赛的阅读能力 和临场的应变阅读能力 所以你看 刚讲的第一点 我们就是光搓球了 光搓球就出现这么多体系 还没讲白短呢 对吧 我再讲白短 我们先把搓球讲透了 下一个就是我们大家 反手相识 边中间再正手反拉 对啊 这就是你们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的 你们先有前两板的衔接 你们先有前两板的 批长防守才能转攻 这就是攻防转换的体系 对吧 以反手体系的人 第一板揭发球可以多给中间 然后第二板 可以再连续给个中间 然后正手揭发球的人 两边可以搓开 然后搓左压右 搓右压左 让他们吸收吸收 对 这都是一个可以的 对 对